初遥 你能不能别这么跟着我呀 初遥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比你大这么多 而且接了婚是有家属的人 你不是离婚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这结婚离婚都很正常啊 又不是什么绝密消息 这在网上都有啊 而且你每周运动五次 每一次都在那个健身房 而且你健身的时候 闭嘴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这就算是窥谈大人隐私 违法的 我真是随手查的 是忍不住查的 娘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跟我说实话 你这么靠近我 是不是想通过我 让许总给你拉投资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劝你死了就要死 他那个人经得跟鬼一样 如果认定的事情 谁说都没有 志玲姐 可能是我年龄小 不懂你们的世界 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我要是想要你的钱 或者通过你去拉投资 我会直接告诉你的 没必要这样 因为对于我来讲 追求一个骄傲的女人 比拉投资难多了 好 猴儿 你这一大早 喝这么浓的咖啡 你是没睡好吗 你什么事啊 我就说帮你约好了飞飞了 那个今儿去现场看一看吧 行 等我喝完咖啡 跟你一块儿去 我 这案子不应该 你跟廖律师一起去吗 那你帮我打个电话给他 看他忙不忙 不忙的话一起 给他打电话 还有我吗 给廖律师打电话是公事 公事上的电话 你说谁打 对不起 我打 昨天开会儿还没那么传奇 说什么呢你 我没说啥 我找听话呢嘛 您好 丁总 廖律师 今天需要走访取证 您有时间吗 我得看一下我的时间表啊 等等 让我等等 丁总 时间可以 我可以去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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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廖律师 来 走吧 廖律师 你过来一下 你不是对这个前沟村那案子最上心吗 如果有前沟村的工作 你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你让我去前沟村 你让我去找马克 真聪明啊 真聪明啊 这个李总啊 不知道他是使用了什么办法 这个马克呀 突然就低头同意关停电动厂了 不过呢 他又在这个拆迁的问题上 发难说这个 前沟村的老人家 因为看不懂拆迁合同的条款 要求我们当面逐条地去解释 解释也没有问题 这个马克他肯定是要等着跟我们为难呢 那如果我要是能够带上你 咱们一起过去 那他在态度上嘛就会好很多 我跟马克的关系 比以前还要早好了 这都没事 你就是跟他翻脸 摊白了也都不要紧 我只需要你跟着我往那儿一坐 马克的关注点肯定是在你身上呀 那剩下其他的事就好半多了 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咱们这只是分工不同 你这也算是为前沟村的案子 贡献力量吗 我一点都没多想 刚才啊正好好好说话 那个节目组丁宁导演 他给我打电话 他能让我去取证据 我还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呢 这下好了 正好咱们有案子要办 我就说我很忙 我把这个案子给推了 就是那个菲菲的案子 我跟他说咱们官司律所 没空打理他那些菲菲的那些小案子 你等会儿 电视台让你去参与菲菲案 对啊 这是大事啊 你可不能拒绝 你必须要答应 而且要必须去赶紧去 我得去前沟村 这马克那件事情更重要 我得坐那儿震慑他 不不 我跟这个前沟村打交道吗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自己能够应付来 倒是这个电视台的问题 你可不能复言 必须要认真对待 尤其是菲菲这个案子 你要全力以赴 这是你眼下工作的重中之重 没有职业 你确定啊 是啊 好吧 我到了会给你电话的 你不用那么早下来 这样节省时间啊 快走吧 你们也都看到了 我们的钥匙就是像这样 按照门牌号挂在墙上 目的呢 就是为了方便业主 装修的时候随时取用 你们的装修人员 可以随时进来拿钥匙吗 那当然不行 装修的人员来了之后呢 需要先报门牌号 再由我们的物业工作人员 核对了门牌号 才能把钥匙交给他 如果说钥匙拿错了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当时的工作人员 出现了差错 周总 现在事情还没有定论 你不能胡说八道呀 刘律师 我当时也是刚刚上班 还在试用期 我也怕出错 你说对不对啊 二位 二位 你们看啊 三零一 三零二 这两把钥匙离得很近 拿错了并不奇怪啊 可是三零一和三零二 不是写得很好的吗 我能拿错吗 除非我眼瞎了 如果说非 这两个门牌号跟钥匙 挂得很清楚 所以拿错应该不可能 会不会是当时物业的人 挂错了 可是我来的时候 钥匙就已经挂好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有人把钥匙给调包了 这个事啊 甭管是拿错了 还是说给调换了 责任都在她 因为她的工作失误 你当时在场就你一个人 我不找你找谁啊 你太不要脸了吧 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光 摔在我头上呀 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话呀 什么叫不要脸啊 你 你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谁来赔偿这个事情 姑娘你怎么说话的 能客气玩吗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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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得头疼 这样 我们先上去看一下啊 来 我带你去吧 不用了 我们自己去就好 这边的户型跟那边完全不一样 怎么会装修错了呢 这边的户型跟那边完全不一样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你放开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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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说你昨天要加班 但是昨天天一黑 你房间的灯就亮了 你去我家了 你如果不想跟我出去 你可以跟我直说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需要躲着对方的程度了吗 你去我家了 你如果不想跟我出去 对 我就是要躲着你 我就是忽然觉得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是 是我忽然之间觉得 咱俩 见面不合适 你放开我 你说不合适 那我想问问你 哪里不合适 因为我忽然之间笑到 我是你妈妈的律师 我帮她 待了一天 咱俩在一起就是不合适 喂 菲菲 廖王姐 她们真的是欺人太甚了 她们居然找了一个人 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 来污蔑我 这篇文章我看过了 第一呢 人家并没有指名道姓 第二 也没有写上具体的公司名称 所以呢 我们要说人家污蔑 可能没有办法 可是 只要我上了电视 所有人都知道 这篇文章上写的就是我呀 在节目录制之前 她们这么做 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但是呢 我们如果说别人 我们必须得证明 这篇文章 是恒达物业发出来的 既然她们不仁 我也不易 网络这个武器 她们能用 我也能用 喂 头儿 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 也约好了让四方来台里开个会 让大家都表达一个态度 好啊 这期节目呢 必须得好好准备一个详细的脚本 要不然这现场要是吵起来 那肯定比菜场还热闹了 行 那你好好准备一下 还有事啊 这个会议按理说 廖律师得在吧 你给她打个电话 她如果说没有空的话 那就算了 但这次节目呢 涉及的法律内容比较多呀 这要是廖律师不在 不行 还是得在的 我们以前没有律师的时候 难道节目就不做了吗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头儿 不是我说你 你看你主持的节目吧 叫好好说话 但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愿意好好说话的人 你要遇到什么事 能憋着不说就不说 但是这谈恋爱 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谈呀 你有谈过吗 太少人了 是 头儿什么意思呢 他是想让廖律师参加 还是不想让廖律师参加呢 廖律师您好 丁导演 那个今天有个会议 也是四方坐在一起 大家把各自的想法都对一遍 为节目出个脚本 您看 您能参加吗 你这个会杨光老师去吗 您是希望她在呢 还是不希望她在呢 我 我随便问问 菲菲是我的委托人 我肯定会去的 你时间定好了 就告诉我一下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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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律师 再见 肯定会有点不难 还有老头儿啊 这活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难干了 还有老小就是事